部分山区部落对于医疗资源较缺乏 而台湾陆竹会特地来到浊西乡举办 把健康送上山系列的疫诊活动 号召医护人员还有志工为民众疫诊还有疫检 现场还有CPR教学以及半读等系列活动 部分山区部落对于医疗资源比较缺乏 台湾陆竹会特地来到浊西乡举办 把健康送上山的系列疫诊活动 号召医护人员和志工为民众疫诊 疫检还有CPR教学以及半读等等的系列活动 平地你在医院里面看到的设备都打造在上面 那一台就是这台就是医疗车 那医疗车里面有我们连药局疫检 医师当然一定会有 而且都是合格的医师 都有乐成的医师 在疫诊的活动当中 可以看到部落的长者都带着缓慢的脚步走到聚会所 有些人剪把 有些人看牙齿 凉血压抽血等检查 就像是行动医院 部落族人非常感动这些医疗人员的爱情 医者人心的种子让台湾各地部落族人一样享有健康的照顾 上跟台湾的一举持续往深山的路前进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